天氣冷啊 就是要吃雞排 來吃一下 說到正版授權 你會想到什麼 懶 換皮 免洗 一年後停止營運 明明是很正面的詞 為什麼給人 這麼糟的印象 這就跟 YouTube影片一樣 十大 史上 必看 重大公告 把持育的貢獻力 都給搞爛了 選舉前 一定是說要請自己排了 結果都沒有請 只能自己買了 廠商也不是笨蛋 明白文家對 手遊市場失望 為什麼還要繼續這樣搞呢 還是要違規 問題的基本面 因為 手遊性能的限制 最適合的遊戲 就是像 一犬超人這樣 可以 半自動的遊戲 因為 玩家本來就懶 最好是 怪掛升個幾百集 偶爾打開見面 能看到自己的角色 很強就滿足 擴充機能 給予更高規格的臉書 那叫 白費工夫 擴充機能 給予更高規格的臉書 那叫 白費工夫 最好肉 很厚實啊 你胡說 玩家才沒這麼膚淺 遊戲 最重要的是內容 喔 很堅持是不是 好 那開始玩喔 喔 過場劇情 煩死了 神六劍在哪裡 別浪費時間好嗎 喔 終於演完 可以開始戰鬥 咦 教學模式 無聊透明 趕快開放 自動戰鬥 比較實在啦 加速劍在哪 可不可以通通 瞬間跳過 過程 到底是要幹什麼 直接給結果 不是很好嗎 本大爺的耐心有限 在脫胎前 就把你刪掉喔 喔 有完沒完啦 十連抽 十連抽才是重點 有喜歡的角色 才有動力 不然 是要填你挖的坑 連這個道理都不懂 第一天做手遊啊 叫你們競技出來 否則 馬上用一心評價 轟過去 來啦 剛剛的遊玩過程 朋友 中了幾項啊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手遊能給的 也只有這樣而已 當內涵都差不多 那就只能比外表了 此時 場上有兩個選擇 一 完全原創 打造自己的IP 二 直接授權 正在巨人的肩膀 秀個畫面給大家看 哇 好正喔 這是什麼遊戲 暗黑復仇者三 人物美 動作精細 但 出了這麼久 大家反應還是 他是誰 原創IP就是這麼困難 做到這個程度 還沒辦法 讓玩家有記憶點 更別說其他資源更少的廠商了 省慎評估之後 省慎評估之後 最保險的方法 還是 搞正版授權 靠 原作的魅力 來吸引玩家 好 一群超人也是走上這條路 那他 到底好不好玩呢 就內容而言 中規中矩 大家有的 他都有 所以 這裡也不用評分的 跟你以前玩的差不多 真正讓人在意的只有 能不能抽到 地獄吹雪啊 什麼 居然放在新手禮包賣 官方也很懂喔 除了可以 大坦放心肯 但身為一個 有原則的 武克頻道主 絕對要是 免費得到採甘願 大家 要抽了 好 沒有抽到地獄吹雪 一拳超人 拜拜 喂 林公子 這評論也太隨便了 沒抽到喜歡的角色就不玩 還算是 專業的遊戲頻道嗎 各位朋友 這才是最正確的反應 正版授權 就是賣角色 沒拿到自己喜歡的人物 幹嘛還要玩 CORMAN的玩家 肯定會一直創新帳號 洗到中獎為止啦 籌碼多的廠商 就會直接給你 像是全皇情星 反正 你就是喜歡 不知火舞嘛 那就送個 基本版的 然後再出個特貴的 來賺錢 來啦 請看 這卡池 簡直不要太過分 差一點 就用新台幣去抽了 簡直是 惡魔食物啊 所以 正版授權並不爛 爛是爛在 沒有出泳裝 等地獄吹雪 有新造型之時 再來一拳超人 也不遲啊 有新造型的 有新造型的 海外 有新造型的 有新造型 在 柳 先生 団子 感谢观看